高雄市今天新增一例确诊个案 是一名20岁住在小岗的男子 上个月底出现症状 3号就医裁剪确诊感染 由于他的CT值只有17 是具有高传染的风险 卫生局已经匡列47人 裁剪隔离 那目前这名男子感染源不明 至于是否他是有北部旅游室的 还在调查当中 另外在屏东连日嘉宁 今天破工了 新增一例确诊个案 是一名50多岁男子 他是之前桃园确诊个案 案2706的弟弟 对着门市喷洒消毒 因为高雄新增一例确诊个案 足迹到过这里 他CT值相当低 具有高度传染风险 在检验值上面是达到17 17只有相当高的检验传播风险 这名确诊个案是住在小岗区 20岁男子 上个月底出现症状 三天后到医院就医 采检确诊 感染源不明 由于CT值时期 紧急匡列47人 采检隔离 有没有到过其他的地方 甚至于在 可能有些感染风险的 这些地区呢 那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厘清 是否去过北部 或是与其他确诊者接触 卫生局持续异调 而在屏东连日嘉宁破工 新增一例确诊个案 是先前桃园染疫者 案2706的弟弟 这个是一个家族的群聚 姐姐是原来是在桃园的确诊科案 案2706层南下去弟弟家小住 没想到发现确诊 父亲和弟弟匡列隔离 结果父亲被传染 等到14天隔离结束 弟弟再次裁剪 经过14天 他照样有阴转阳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变种病毒的一个可怕性 强调变种病毒可怕 必须重视隔离其满 再次裁剪的重要 面对端午廉价将至 就怕返乡者接连南下 南部县市首长不断呼吁 疫情尚未趋缓 别急着返乡 毕竟一时忍耐 全是为了将来平安团聚 记得高雄屏东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